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柴尾 今天用一把面条跟大家分享一道独特又好吃的做法 好多人都没有吃过哦 连着吃一周都不会觉得腻 保证您吃一次就会爱上它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锅中烧水 水的量可以尽量的多一些 开大火烧开 把水烧至锅底微微冒小泡的时候 我们往里边加入一下食盐 加盐煮出来的面条会更加的劲道 而且还不容易粘连 等食盐融化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入面条啦 这里大家要注意 下入面条的时候 不要完全把水烧开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才不会有硬心 面条下入锅中之后 迅速的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面条才不会全部粘连在一起 锅中水煮开之后 我们往里边加入100毫升的凉水 跟着用筷子搅拌 使面条收入均匀 俗话说三开饺子两开面 用凉水进行两次点水 可以使面条更加的劲道 而且煮面点水也可以降低锅水的温度 这样可以使面条里外收入均匀 防止面条表面煮烂 这样面条就会更加的清爽了 两次点水完 再次展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面条控水捞出来了 跟着放入两拌开当中 使面条过凉 这样面条的口感 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劲道 过凉后把面条捞出来 装入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 一个胡萝卜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装入盘中备用 喜欢吃洋葱的朋友 可以准备半个洋葱 直接切成洋葱丝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土豆 把土豆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一点的土豆丝 切好装入清水中 一来可以洗去土豆丝 表面多余的淀粉 二来可以防止土豆氧化变黑 然后再准备几颗小葱 直接切成小葱花 切好装入盘子里备用 现在准备两个鸡蛋 把鸡蛋打入碗中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开 尽量搅拌的细腻一些 然后倒入面条当中 用筷子把鸡蛋与面条 搅拌混合均匀 让每一个面条都能够均匀的 裹上一层鸡蛋液 现在我们把切好的配菜加进来 土豆控干水分也放进来 小葱花 现在可以调味了 往里边加入一小食盐 一小鸡精 一小生抽 一小蚝油 再来少许的五香粉蒸香调味 现在把所有的食材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其均匀的入味 拌匀之后 我们往里边小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面粉不要一次性全部加碗 那样容易出现太干的状态 这样少量多次的加入 会比较容易掌握其中的含水量 就搅拌至这样主力变大 变得很粘稠的状态就很好 先放在一边 现在平底锅预热来点油 用刷子均匀的刷开 油温饿时 把刚刚夹好的面条夹出面糊放进来 再整理一下 用一个铲子给它铺平正 再在其表面撒上小许的黑白芝麻点缀一下 这样吃起来口感也会更香浓 全部整理好之后盖上盖子 用小火烙子三分钟 三分钟后打开盖子 这时面条鸡蛋饼已经定型了 略微有些金黄 我们记住一个平底盘给它翻个面 继续减两分钟 哇 好香啊 忍不住的流口水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把火关了 我们在面条鸡蛋饼的表面来小许的番茄酱 用刷子均匀的刷开 不喜欢番茄味的也可以刷点烙焦酱都可以 用烧烤酱那样就更香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将饼放在案板上 等饼稍微晾凉一下 先切成长条 再改到切成小块状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简单又美味的家常小吃就做好了 酥酥脆脆的 里面又特别的鲜嫩 各种蔬菜营养非常的丰富 特别的好吃 一口一个 我家里的小孩子特别的爱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也尝试一下这个做法吧 当做早餐也是非常的合适的哦 外酥里营养还解馋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哦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很親切 你乖了吗 不要 拜拜 叔叔爱你们 我们家的国家人 谢谢你们 下次再见 拜拜